我們講一個布魯斯的佳話 我先示範一次給 好 我來講一下 首先它是藍調十二小節進行 就是說你看更音的話就是 1 1 1 4 4 1 5 4 1 1 或者最後一個1可以到5 那它這個位置都是相對的 你根本不用管是什麼調 比如說我1就放在這裡 1 1 1 4 4 1 1 5 4 1 5 就是有一個相對的位置就是 你在六弦找到一個1 你往膝蓋往換一根弦它就是4 然後到了4 所有的格子都往下1 然後你看我按的是像一個三角形 就是 比如說 我的6弦如果按5平好了 那我的4弦就按4平 3弦就按5平 它成為一個三角形 它其實就是以它為根音的7和弦 數7和弦 這個就是一個數7的音 這個就是一個數7的音 4 回到1 5呢 4在這裡 5就是再多兩個 5到4 然後回到1 有人說你這個節奏很好玩 怎麼做到的 學右手的節奏 有一套特殊方法 你可以 你可以想辦法找到 我喊我一聲 我告訴你我是怎麼練的 不要看譜子 看譜子沒有希望的 沒有意義 那 做到的辦法就是 你先把這個節奏練好之後 然後你就會發現 這個 過程中有點無聊 這個 能做點事情嗎 對 這就是佳話的地方 然後剛剛這張紙 不是這樣 這個譜子 講的就是佳話的位置 你看 我甚至沒有標出第幾品 因為它是相對的 如果你的根音在6弦 你要談的就是 6弦往膝蓋方向的 他們倆 再加上他們倆 4 5 降7 1 降7其實是 在布魯茨裡面 很美妙的一個音 就是數7這個音 所以你看 如果6弦在 如果更音在6弦的話 就是往膝蓋方向那倆 還有高音那倆 這樣講不知道你聽不聽懂 我試一次給你看 更音在這 往膝蓋 這倆 還有 往這邊兩格 這兩個 但這個順序不好聽 所以 好 那布魯茨要有一種funky的感覺 他就 其實這個順序你可以自己隨便玩 都很好聽 但是你要找到一種感覺 就是 這個 這個更音要持續久一點 或者是你不是只彈更音 而是彈 這個三角形的這個數7和弦 然後 這幾個音的連續性 你如果全部都彈就會很呆 它就太平了 要 不能太平 要有一點 律動感 那這個律動感 其實也可以藉由彈的方法來實現 譬如說 這個 5到7 就可以用滑 其實滑 我不是故意滑 因為你看 我在彈這個的時候 我的手指 距離這有點距離 所以我乾脆就順便滑過來 順便滑過來之後 我的食指就可以操縱 5品 我這裡有時候會用拇指 或者 或者是這樣 一個三角形的數7 或者是 拇指和弦 你把它彈完整 你這個 這根如果不彈 它也是一個數7 好 第一集四下之後 再來就是四集 四集之後 如果你看這個三角形 就全部往膝蓋移一格 就是 如果你看剛剛那張圖 你就知道 這裡面的那幾個 裝石音就是 加花就是 再一次喔 跟音在這裡 然後往 下巴一根弦 這裡 然後再往 最後兩個 其實它就是 一個小正方 一個長方形 然後在這裡的話就是 好 最後還要回到一個E 因為 怎麼說呢 就是 一個和弦最重要的音就是更音 你既然走到四集 四集的更音在這裡 你就要堅持 那是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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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一 四 五 五 四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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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調也可以 小調的話就是 這個森鳥型 其實不影響這個森鳥型 喔對 還是影響 因為 小調的話這個森鳥型 比較長一點 這個音不能在這裡 又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一個 大三的音 什麼時候會小調 比如說像BB King的 Thirds Gone那首歌 我想想怎麼唱 這個演繹的不太好 如果這樣的話 很多funky的歌可以這樣做 比如說 我有一次在 上海的現場酒吧做一個演出 唱成都那首歌 其實是在搞怪啦 就是把成都變成布魯斯 那其實我彈的就是很funky的版本 什麼 什麼 我忽然忘了 什麼 什麼 雨露還要走多久 你曾經佔我手 那我真的覺得亂彈 就是 你如果要彈得很準就要 那我們在唱的時候有時候真情流落 就是你 你就沒有辦法很專心彈很好 但沒有關係 只要那個感覺還在就行 甚至你的時候 還一點別的東西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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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加一點別的 有幫助 但是 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另外的話 我有一個系列叫做小學生布魯斯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喊我一聲 我發你整個系列 好啦 就這樣 拜拜